大家好,这几天的高冰天气实在让人受不了了 是啥啥没胃口 总想喝一口呢,冰冰凉凉的解暑神隐 修修今天就跟大家分享一道酸梅汤的做法 下面就来看一下我们今天所用到的材料跟配比 乌梅30克,山楂20克,甘草10克,薄荷5克,橙皮15克, 薄草花10克,桂花10克,冰糖200克 将除冰糖以外的所有材料都装到同一个碗中 用清水将它清洗干净 再将水分浴出 继续用流动的清水冲洗一下 洗干净的材料倒回碗中 用1000毫升的清水浸泡一个小时 泡好之后材料零桶水一同倒进锅中 另加2000毫升清水 盖上盖子 大火烧开后转中小火熬煮30分钟 时间到关火 将材料都捞出来不要 再将它过筛两遍 加入200克冰糖搅至融化 晾了后装容器中 放冰箱冷藏两小时以上 口感更加好哦 这样我们的酸梅汤就做好了 颜色还是非常的漂亮 放一些冰块 来点干桂花点缀一下 擦上吸管 和上一口冰冰凉凉酸酸甜甜 非常的冰爽解暑 自己在家做 成饼滴 做法简单 而且无任何添加 喜欢的朋友可以在家试一下 感谢观看